他突然醒來 然後醒來就是衝過去咬我爐頭 而且他不是咬一下 他是啃咬 啃咬 就是很像這什麼東西 拒絕 對對對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說四 我們今天邀請到一位 特別的寵物來到現場 那我們先請他的四組 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嗨大家好 我是不點 他是八豆 他是一隻 刺蝟 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想要養刺蝟 是因為之前的流行嗎 喔不是不是 就是 因為之前有蠻多日本的IG 就會發很多刺蝟的照片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看 就覺得真的好可愛 對 但我看了一兩年 我就是還是一直都覺得好可愛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我這麼喜歡刺蝟 然後又看了這麼久 那表示 我覺得 那我應該是 不是臨時起義的 我有辦法負這個責任 對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要養刺蝟 他是到寵物店去找的嗎 還是 喔不是不是 有人的刺蝟生了小寶寶 然後他就在臉書社團發文 他是在台中 所以我一看到那訊息 馬上就私訊他 然後跟他說我要 你就衝下去了 我隔天馬上就 因為太臨時了 所以其實是 也沒有坐票 然後我是火車站票 直接站下去 那你也是提著他站回來嗎 喔對 哇 那當時去 把他帶回來的時候 你是怎麼挑的 因為他們應該都是一球 然後都是刺 你是 就是閉著眼睛圈 就真的是閉著眼睛圈 就是他就帶一個籠子來給我 然後因為 其樂刺蝟其實是要一籠一個刺蝟 但是他是要就是帶給我看 所以他才會放在一個籠子裡面 然後籠子裡面就是 他就打開 所以我是由上往下看 然後就看到四坨刺 我也看不到臉 然後我就隨便指一指 我就說我要看這指 然後他就說好 然後他就捧起來給我看 然後我一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跟他眼睛對視 雖然他沒有要看我 就是 我看到他的眼睛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他 就是他給你的感應了 對 我就是要帶他回家 因為你有提到說 刺蝟是需要培養感情的 那那個時候你是做了什麼樣的動作 去跟他培養這個感情 培養感情的話 其實因為他們是嗅覺動物 他們是嗅覺動物 對就是他們的視力其實是沒有那麼好 就是比較模糊 所以我很常會把他全放在身上 或者是可能放在就是哪裡 就是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可能是滑手機 或是可能是用電腦 但是我把它放在一個靠近我身體的部位 然後強迫他就是習慣我身上的體位 然後有一次是我可能攤在沙發上 然後我在滑手機 然後就繼續滑滑滑 然後我把它放在就是我躺著 我把它放在就是我斜頭方的這個位置 跟我一起躺在沙發上 然後滑到一半的時候我就突然就感覺到 欸怎麼有就是熱熱的東西 然後就是然後臭臭的 然後就是濕濕熱熱然後就慢慢滑下來之後 然後我就開始就覺得不對勁 然後我就一摸 然後就看到他很緊張的枕頭縮在那裡 然後就發現他大便跟小皓在我頭髮上 然後那時候看到我想說 我好像成就解鎖一個里程碑欸就是 一般人好像就是不會遇到這個狀況這樣 你其他的刺蝟的刺友嗎 你有遇到這個狀況過嗎 我沒有聽 通常是也會大便是尿尿在其他部位 但是沒有在頭上 對沒有在頭髮上這樣 那有一次你說你還把他放在身上 然後 就這個我有點不確定是不是其他人也會遇到欸 因為這事就是我覺得很荒謬 我看的時候我也覺得蠻荒謬的 也是前期我就是又要強迫他適應我嘛 然後因為我在家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啊 就是你在家的時候其實是 我是不會穿熊爪了啦 我就穿一件很大的家居服 因為女生就在家嘛 就是我們要穿什麼就穿什麼 就穿一件很大的家居服 然後一樣就是把它又放在身上 然後我又是又在滑手機 然後把它放在我的肚子上 然後因為其實他之前也是會在我肚子上睡覺的 所以我就會在那邊滑手機一滑看劇 然後那一天就是我看劇看到一半 然後他放在你肚子上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多少感覺到他可能會有點移動 然後我就突然感覺到他醒來了 然後他就是突然快速的衝向我的就是 胸前這個部位 後來我就突然感覺到 乳頭一陣很痛很痛 然後我就整個就是蜷縮起來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就是 他突然醒來 然後醒來就是衝過去咬我乳頭 而且他不是咬一下 他是啃咬 啃咬 就是很像這什麼東西 拒絕 對對對 然後所以超級痛 這有傷口嗎 當然是要沒有傷口我破音不好意思 沒關係 但是 真的很痛 因為他們的牙齒就是很尖 他也是尖的牙齒 對 他也是其實就是狗狗的牙齒的縮小版 縮小版 那好痛喔 他還這樣啃咧 而且他這樣子兩三次欸 不是那一次而已 不是那一次而已 他特別愛你 的那個部位嗎 是 對 所以我後來現在都會穿布拉套 怕被咬 對 怕被咬 復典之前就是在問卷上面有跟我說 有很多人私訊你說 呃 刺蝟的飼養問題 嗯 你有跟我提到說就是 呃 他們問那些問題的時候 你一看就知道是沒有做功課 嗯 那通常他們都是怎麼樣的問題 因為蠻多問題是 因為他我已經確定他把刺蝟 引接到家裡 可是那個問題感覺是 也許是洗澡水的高度 收過一個問題是我覺得 讓我覺得很神氣的是他說 就是刺蝟是需要減刺的嗎 減刺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怎麼可能會需要 那你怎麼會把這個問題拋出來問我 就是 我覺得 其實我收到各式各樣的問題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就是 呃 有一些我會回復 但是我會回復的時候我會 基於我很擔心你的刺蝟的狀況 去就是會做回復這樣 通常檢視這樣錯誤的觀念是為什麼會有 我看過有的社團有人是覺得說 就是他發那個照片是他救援到一隻刺蝟 然後那隻刺蝟是 已經整個都被剪刺過 然後在外面流浪他救援到他 然後 我不確定原因 但是有可能是因為他覺得好奇或是 無聊想要剪剪看 但是那隻刺蝟真的是 因為你看他們是 這麼密集 然後我收到的照片是他全身都已經被剪得很短 喔 他們不會再長出來了 不會再長 而且他不是剪一隻兩隻欸 他是整片的那個 一隻小平頭刺蝟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看到照片的時候覺得很神奇 他們那個刺是有神經的嗎 是沒有神經 但是因為如果他有點像是真空狀態的刺 就是你剪了之後他裡面就是 會比較容易長烏納狗 那如果你比較多水分啊 可能說他身體比較容易潮濕的狀態 其實對他皮膚也不太好 然後就會受傷 對 所以他的刺就是讓他自己自然活動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換刺 這樣他們自己脫落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今天想要跟觀眾說一下就是 養刺蝟預先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然後有什麼樣的認知 就是大家有沒有可能很常會有的誤會迷思 可以跟大家 跟他們這些想要養刺蝟卻不做功課的人 好好的說一下 我覺得最大的認知是你要先知道 刺蝟的壽命其實沒有很長 就是其實五年算是很長受的刺蝟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心理建設的狀態是 你可能迎接他沒有多久 你就要面對到他會離開你 對 那面對到他會離開你的時候 我覺得不管是心理建設 或者是你也可以做一些 一些處置 可能你先想好可以 就是他要離開的時候送他去哪裡 這樣等等之類的問題 這個心理建設我覺得是一定要有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問題點是 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雖然說刺蝟其實是一個 滿小眾的寵物選項 但其實也不少人在養 所以網路上其實有人已經整理了 非常完整的飼養的一些功課 他的習性等等的 那我覺得在飼養前的做功課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最後有一個點是 因為其實台灣非全貓的醫院沒有這麼多 那我覺得你在飼養前 你先缺了你的縣市有沒有非全貓醫院 這點真的滿重要的 對那就是不管有或沒有 你就是手上立刻的名單 那當今天你刺蝟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作為氏族的話我們能做的就是 依你對他的瞭解 然後稍微觀察一下他的習性 但亦有什麼不對勁 亦有任何狀況 就是趕快大家去看醫生 對這真的滿重要 因為當時我們在 我們IG都有做一些偽教 我們一開始想要做小動物的時候 其實獸醫也是找得滿辛苦的 真的真的好少喔 那最後希望就是鏡頭前面的觀眾啊 如果你想要養刺蝟 請你先做好功課 再去決定說 你適不適合養跟你能不能夠養 那如果做完功課 我先說囉 做完功課 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來問不點吧 可以 我們就可以來找不點 來詢問一下養刺蝟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會再附他們的IG在下面 詳細資訊欄大家自己去看 然後如果喜歡巴豆他的帳號的話 請大家去追蹤 因為你有幫他拍那些什麼 微型的照片嘛對不對 真的超可愛的 拜託大家一定要去追蹤一下 這也是說是我們是一個假人仇故事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